今天是上班的美国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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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大年初三 今天的天气很不错 请大家把握还有一天 还有一天 初四天气也不错 初五有点改变 不过目前来看的话 变动不是太大 最大的改变是开始上班那天 请大家多留意了 我们看一下未来的预测 大致上台湾这几天 今年过年真的相对的天气是 在过年前这么冷 一下子回暖 大家反而不适应 事实上希望你有听我们预报 告诉大家过年期间是非常温暖的 的确预期是如此 不过下一个变化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大概就是在礼拜二三 主要是礼拜三的时候 预计北方有一道封面云系 从长江流域那边下来 有点冷空气南下 所以三四可能有点短暂性的阵雨 有点改变 接下来就回温 不过目前来看的话 到了二月底三月初之前 还看不到太强的系统影响了 大概都是封面或是 一些冷空气南下 还没有特别的降大降温 或是说变天还有点距离 但是有一点点小变化 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但是在中国东岸 导致变化很剧烈 事实上这次的冷空气 都在高纬度的这个地方 台湾在这里你看都是那种暖色系 暖色系大概都是在长江流域以南 所以在高纬度一点 你看这个日本 其实还是冬天的这个冷 台湾来说的话 相对的已经有一点 春暖花开的讯息开始出现了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好好把握 这两天这几天相对稳定的天气 陪着家人去外面走一走 不过去外面走的时候 一定还是要特别注意 这个时候大家群聚在一起 是一个最好环境交易的方式 你看这个就是空气污染 台湾好天气不见得有好空气 所以建议大家要留意一下 这个未来这两天 都因为本地的大气过屋 一定都是自产的 没有什么境外的污染 所以请大家要是跟家人去拜拜 去祈福的时候 少烧香 不要烧香 其实也可以心诚则令 大家一起来减量 因为这个恐怕今年的问题 还是一样严峻 那这两天天气其实相对的非常好 都非常稳定 银封面有一点点 预计礼拜三上班的时候 开始就有一点改变了 北部也改变比较大 中南部还是相对的稳定 有点东北风下来 就是礼拜三礼拜四 所以礼拜天晚上 各地的天气大致上不错 空气品质真的比较糟一点点 不过是北部是到达 普通接近于敏感族群 接近于三角形 这个敏感族群不健康等级 南部就是不健康 敏感族群不健康等级 还没有到达很鸿海 预计这两天都是如此 礼拜一其实各地来说的话 相对的也是一样要注意一下 预计这几天的温度都很舒服 北部27 28 接近30度的高温 非常留意 有些人大概穿短袖了 的确是如此 早晚稍微凉一点点 但是其实都很舒服 那礼拜三礼拜四就有点降温 不是这样很多 你看14到16度 14降16度 不是这样很多 但是会有点让你感觉 所以一上班 衣服还是要多准备一下下 大致上还没有特别多 但是一件外套可能是需要的 南部有点降温 但是没有像北部明显 就稍微改变而已 而且不大会下雨 所以天气一直都维持不错的天气 我们给大家建议 初次持续好天气 温暖天 初五封面逐渐接近 北东一点点改变而已 但是不是很大 比较大的是周三 东北风开始南下 加上会有一点水气 北东转为有雨 而且明显的降温 转为比较湿冷 中南部相对的稳定 那这段期间呢 空气品质还是要多留意一下 我们来看详细听数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